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新闻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Corea Sushi在令华尔街惊叹之后 必须实现高期望 印度政治家与影响者的合作引发黑钱担忧 沃尔沃汽车加入停工行列 以应对红海危机 较低的抵押贷款利率 促使房主列出房产 但住房供应仍然受限 中国承诺增加开发商贷款 以应对房屋销售低迷 请大家收看 Corea Sushi在令华尔街惊叹之后 必须实现高期望 彭博社 Corea Sushi USA是一家美国分支机构 是一家流行的日本售丝连锁店 使用触摸屏菜单和机器人服务员等技术 自2019年上市以来 其股价已经增长了6倍以上 然而 该公司的股票在7月层一度市值超过10亿美元 但在11月份遭遇了一次下跌 尽管此后又上涨了70% 该公司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尔湾 提供低成本的寿司 并自2020年初以来的店铺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 它在社交媒体上拥有越来越多的粉丝 其中展示给顾客的玩具奖品的视频 提高了销售额 Corea的价格大约是其他美国寿司餐厅的一半 该公司在过去18个季度中有12个季度出现亏损 但首席执行官Hajimi Jimmy Yuba表示 他正在为爆炸性增长做准备 投资者更关注的是店铺开张的速度 而不是利润 印度政治家与影响者的合作引发黑钱担忧 南华早报 印度的政党越来越以众社交媒体影响者来争取年轻选民的支持 因为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和WhatsApp等社交媒体平台为数亿潜在选民提供了接触渠道 影响者为政治家提供了一种与年轻人接触的途径 这些年轻人可能不会参与传统的竞选方法 如集会和报纸广告 尽管印度的影响者行业正在迅速发展 但人们对透明度和缺乏监管政治背书的担忧也越来越大 沃尔沃汽车加入停工行列 以应对红海危机 彭博社 由于红海船只遭到袭击 供应链受到干扰 沃尔沃汽车公司将暂停比利时工厂的生产三天 船只不得不改到已避开航道上的暴力事件 导致变速器的交付延迟 该公司预计 这些干扰不会影响其达到全球批发或生产目标的能力 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其他公司 也不得不将船只改到远离红海 以避免袭击 较低的抵押贷款利率 促使房主列出房产 但住房供应仍然受限 美联社 低利率导致美国房主出售房屋的数量略有增加 根据realtor.com的数据 2021年12月 活跃房源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9% 达到714176套 新房源数量同比增长了9.1% 然而 由于新建筑房数量低于平均水平 以及房主长时间持有房产 房屋市场仍然受到限制 中国承诺增加开发商贷款以应对房屋销售低迷 彭博社 中国政府要求地方政府支持开发商的融资需求 以提振国内房地产市场 监管机构敦促金融机构将现有贷款 延期给面临暂时困难的房地产项目 而不是撤回贷款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长期低迷 使开发商面临偿还债务和完成项目的压力 导致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来遏制下滑趋势 没有足够的证据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死亡威胁案被驳回 南华早报 菲律宾一名检察官驳回了对前总统罗德里格 杜特尔特的刑事投诉 他被指控对一名女议员发出死亡威胁 由于缺乏证据 该投诉被驳回 众议院副少数党领袖法兰斯卡斯特罗声称 杜特尔特去年两次威胁了他的生命 并要求马尼拉的一名国家检察官对他提起诉讼 杜特尔特否认发出威胁 并要求检察官不要起诉他 哈萨克斯坦航空公司Air Astana将在伦敦上市 金融时报 哈萨克斯坦的国家航空公司 哈萨克斯坦航空公司 计划通过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和哈萨克斯坦上市 筹集1.2亿美元 这次首次公开募股可能会使拥有该航空公司 49%股份的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受益 过去一年 伦敦股市在吸引上市公司方面遇到了困难 输给了其他国际交易所 哈萨克斯坦航空公司 今年前9个月运送了600万乘客 拥有49架飞机 该公司认为哈萨克斯坦市场的服务不足 并看到了巨大的增长机会 美国联合健康股价下跌 原因是这家医疗巨头报告称 第四季度医疗成本飙升 美联社 尽管医疗成本增加了16% 但美国联合健康集团 报告了超出预期的第四季度盈利 该公司的利润 在该季度增长了近15% 达到约55亿美元 并在全年实现了超过220亿美元的利润 然而 联合健康的股价在公告后出现下滑 该公司预计 2024年调整后的每股收益 在27.50美元至28美元之间 而分析师预测 每股收益为27.87美元 联合健康 为美国超过4700万人提供健康保险 并通过其Optum部门 提供各种医疗保健服务 银行利润大多在第四季度下降 但银行对经济和消费者仍持乐观态度 美联社 美国三大银行 摩根大通 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 报告称 2023年第四季度利润下降 尽管如此 由于强劲的就业市场 强劲的美国消费者和较高的利率 这些银行整体上度过了一个强劲的年度 摩根大通 由于监管机构一次性特别评估 以支付政府在硅谷银行破产中的成本 导致第四季度利润下降了15% 然而 该银行全年创下了500亿美元的利润记录 由于同样的特别评估 美国银行的利润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0% 而花旗银行则在第四季度亏损了18亿美元 然而 富国银行报告称 第四季度利润为34.5亿美元 美国上个月的批发通胀下降 表明价格压力仍在缓解 美联社 12月份美国的批发通胀下降 表明经济中的价格压力正在减轻 劳工部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从11月份下降了0.1% 同比上涨了1% 除去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成本 核心批发价格与11月份持平 同比上涨了1.8% 这份报告支持了美国通胀压力正在减缓的观点 尽管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波动 周四 政府报告称 12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意外加快 主要受到住房和能源成本的推动 中国军方发誓在打击腐败问题上绝不容忍 彭博社 中国军方在中央军委年度会议后发布的声明中 承诺将打击军队内部的腐败问题 此举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加大反腐败力度的背景下进行的 该力度覆盖了金融、能源和卫生等各个领域 军队一直是习近平的特别关注对象 他已经批准了到2027年将军队现代化的数十亿美元投资计划 作为反腐败行动的一部分 已经有几位高级军事人员被撤职 随着巴布亚新几内亚发誓要恢复正常 混乱会破坏其余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吗 南华早报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詹姆斯 马拉佩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两周的紧急状态 此前全国范围内爆发了暴力抗议和抢劫事件 这次动荡是由于电脑故障导致公务员包括警察的工资中多扣除了100美元的税款 至少有20人上升 人们担心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 马拉佩已经暂停了三名关键部门负责人和警察总长的职务 等待对骚万原因进行调查 印度因食品价格上涨而加速至四个月高点 彭博社 受食品价格飙升的推动 印度12月的通胀率升至5.69%的四个月高点 这一数字略低于彭博社对经济学家调查的5.88%的终止估计 印度储备银行此前曾警告称 由于食品成本暂时增加 通胀可能会在今年最后几个月回升 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并保持鹰派政策立场 以防止通胀蔓延到其他经济部门 物价上涨是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Narendra Modi 政府在全国大选前关注的问题 为了控制价格 政府对各种产品实施了出口限制和库存限制 在另一份新闻稿中 政府宣布11月工厂产出增长2.4% 低于上个月修正后的11.6% 黑石集团以1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全球基础设施合作伙伴 美联社 黑石集团计划以超过1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独立基础设施 基金管理公司 全球基础设施合作伙伴 协议包括30亿美元的现金和约1200万股黑市股票 大约30%的总金额将在5年后延期发行 预计收购 JIP将于2021年第三季度完成 JIP管理着超过1000亿美元的客户资产 出租车司机赢得升起英国国旗的斗争胜利 BBC 英格兰史罗普郡的一名出租车司机 成功争取到在车辆上悬挂联合王国国旗的权利 退伍军人巴西尔 布罗克赫斯特向史罗普郡议会投诉 因为被禁止悬挂国旗 现在 单议会已经修改了规定 允许在车辆引擎盖上悬挂一面不超过A4尺寸的联合王国国旗 布罗克赫斯特现在希望能够在他的出租车上 展示他所在团队的徽章和英素花慈善标志 他需要得到国防部和英国皇家退伍军人协会的许可 才能这样做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个来自六度的观察员 今天的新闻有关于Korosushi在华尔街的高增长 印度政治家和影响者的合作引发的黑钱担忧 沃尔沃汽车因红海危机而停工 以及其他一些有趣的新闻 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 首先 让我们谈谈Korosushi在华尔街的成功 这家流行的日本寿司连锁店使用了一些创新的技术 如触摸屏菜单和机器人服务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顾客 他们的股票在去年上市以来增长了六倍以上 但最近受到了一些下跌的影响 尽管如此 Korosushi仍然保持着快速的店铺扩张和社交媒体上的高关注度 他们提供低成本的寿司 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给顾客的玩具奖品的影片提高了销售额 但是投资者更关注的是店铺的开张速度而不是利润 对于这家公司来说 实现这些高期望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接下来让我们谈谈印度的政治家和影响者之间的合作 印度的政党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影响者来赢得年轻选民的支持 这些影响者为政治家提供了一种与年轻人接触的途径 而这些年轻人可能不参与传统的竞选方法 然而这种合作也引发了透明度和缺乏监管的担忧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确保这种合作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以及如何防止黑钱在政治选举中的不当使用 再来让我们看看沃尔沃汽车因红海危机而停工的情况 由于红海船只遭到袭击 供应链受到了干扰 沃尔沃汽车不得不暂停比利时工厂的生产三天 这种干扰虽然对公司的全球批发或生产目标没有太大影响 但它确实给供应链带来了一些困难 不仅沃尔沃汽车 还有其他一些公司也不得不改到远离红海 以避免袭击 这再次提醒我们 供应链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最后 让我们看看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美国房主由于低抵押贷款利率的影响 出售房屋的数量稍微增加 然而 由于新建筑房数量低于需求 以及房主长时间持有房产 房地产市场仍然供不应求 而在中国 政府要求地方政府支持开发商的融资需求 以提振国内房地产市场 这是中国政府为了应对房屋销售低迷 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之一 这些措施旨在减轻开发商面临的压力 同时避免房地产市场的下滑 总之 今天的新闻涉及到了不同领域的一些有趣议题 从寿司连锁店到政治选举 再到房地产和汇率等 这些话题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我希望我们的分析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有趣的观点和思考 现在我邀请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你们的问题和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在留言中与我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